好, 走 華前輩 你這個老不死 華前輩, 讓我來 兄弟, 幫我把我兩個斬成玉匠 要是讓我來幫你收拾這些流羅 拜託了, 前輩 師父, 讓我幫你 好 前輩, 必來無恙 公子有心了 大賊藝籌? 前輩, 你真的及時遇了 一出手就把這些華蛋全捉了 你的武功一定是佩服 公子, 你這個武功也有很大的進步 真是英雄出少年 人多欺人少, 你算是英雄嗎? 大膽殺賊, 竟敢對公子無禮? 甚麼?心虛嗎? 你敢殺死我吧 我死了之後, 我兄弟一定幫我報仇 實產庭蒲成, 你看著 趙兄 藝籌, 那豈不是不服輸了 是呀, 你就算殺了我 我也不服你做兵 個個都是飯桶, 無恥小人 放他走 二公子 藝籌, 我怎麼都願意你輸得心服口服 除非你改邪歸正, 洗手不割 如果你一天做賊的話 下次被我抓到, 就沒有今天這麼好的機會了 藝籌, 當你下次再為非作打的時候 好得想一想, 我這番話說得對不對 這番話說得對不敵人 嘩, 賓輪, 小蓉兒 我們很久沒見了 今天讓我做個冬道, 讓大家痛喝一番 好, 讓我們好好地追究一番 前輩, 請 對了, 前輩, 這麼多年不見你 是不是去四處救人 五湖四海, 到處混遊 沒想到又在這裡見你們 二公子, 為甚麼你會來京城呢 這件事說來話長 暫時別再看著 二公子, 最重要是把蒲成治理好 讓我對君父有個交代 是, 難兒志在四方 何應過出來藏一藏 公子, 我抓你成功 謝謝 知悅兄, 你為甚麼事悶悶不樂 二公子, 你別怪我直言 我們這麼辛苦才抓到魏仇 你就放了他 是, 魏仇這個人是賊性難改的 難道讓他繼續圍禍人間 知悅兄, 我的目的不是只抓魏仇 如果我們抓了他的話 他的手下就會四山行業 到時候會圍禍人間 但如果可以收復魏仇的話 他的手下自然歸順我們 到時候就一定可以天下太平 原來二公子是以智制定 以德服人 二公子, 你的想法真不簡單 知悅兄, 你明白最好了 現在最怕我們派個內營去個賊鬥裡 到時候女影內陷 魏仇就一定非不出靈魏之山 好, 就照二公子的計劃進行 前輩, 乾杯 那個松兒也算可惡 修復我, 想創他的心 這個仇我一定要報的 魏大哥, 你報仇很容易 你劫他糧倉吧 現在朝廷就混了大批糧響在這兒 如果你劫了他 他就元氣大傷了 你還可以報一箭之仇 我們就去劫糧倉 殺個個偏格不留 黃元官, 你幫我做個召營 放心, 一定搞得妥 這次你一定會滿載以貴 兼急重振升威 好, 兄弟, 祝我們出師大志, 喝 好, 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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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喝, 喝 喝, 喝 喝, 喝, 喝 來, 黃元官 是 是… 願祝你大志 好 大志 大志 來, 約了你了 來, 約了你了, 大哥 好, 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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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在這兒等你自投羅網 你今天一定吃了豹子蛋 一個人坐在這兒等死 死我就不等了 是等著抓你而已 來, 上次你只說我人多欺騙不少 這次我願你輸得心服口服 憑甚麼 憑你的嘴巴 這幫鼠輩殺雞煙用牛刀 大哥 他這麼說, 你只是說我們是雞 你又好扯 死到臨頭你還嘴巴 好, 我要死在這個糧倉上 做一隻寶鬼 去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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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說過了, 殺雞煙用牛刀 二公子果然才智過人 不費一兵一卒 就把這些山賊制服 魏筹, 你服輸了沒有? 不服 用這種尷尬陷阱 不就是丈夫所謂 我怎麼也不服了 你真是不服輸? 是 夠膽你就和我單打獨鬥 二公子, 不要跟他說那麼多了 你把他拿出去砍他的頭來吧 算了, 放開走 二公子 我說過了, 要你輸得心服口服 我不會輸給你的 如果現在改邪歸正的話, 還沒遲 二公子, 那就是放苦歸山 算了, 放開你走 好, 而且, 張良昌的糧, 分些給他們 好, 真是放人 我說過要耳得心服口服 一定要敢發命查 是呀 趙將軍, 麻煩你 明天在村口 幫我召開村民大會 好 各位, 在下曾經搭移過軍婦 要把蒲城治理好他 讓大家可以過一些太平盛世的生活 按據諾言, 這件事就是在下封地奏任的最大心願 好, 真是 如果要達到目的 就以各位鄉親父老的支持 只要萬眾一心 這次的目的, 我們一定可以成功 好… 黃縣官, 請你走出來 是, 二公子有何差遣 黃縣官, 你勾結山賊 狼狽為奸 搶掠人民財產 貪贓枉犯罰, 知罰罰罰 你應處斬 二公子, 我冤枉的 那是誰勾結山賊, 行劫糧倉倉 是我親眼看見黃縣官和魏囚勾結的 是呀, 真是 二公子, 開刃, 小人知錯 二公子, 開刃 人來, 把他拿出去處斬 二公子, 二公子, 要命… 走啊 二公子, 要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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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要命啊 豈有此理 為甚麼不下手打劫 大哥, 現在很難找到 難找到 叫你耕田就說難, 做賊也難 那就不是這麼說, 現在耕田二個做賊 當然了, 因為每個村都在民房隊 民房隊的人多過我們做賊 我們打劫斬被人打回頭 還有, 現在連黃縣官都被人砍了 沒有人接應我們 如果我們被人抓到, 死定了 是呀, 真是沒命 甚麼呀 個個都說難, 那我們不做賊幹甚麼 大哥, 不如我們不要做賊吧 走去歸行, 還有賞賜, 大哥 大哥, 這種說話你也說得出來 你今天那群狗官派來的奸細, 是不是 不是呀, 大哥 大哥, 我忠於你了 我為了你好, 大哥 我…你… 還在擾亂關心嗎 大哥 拖他出去斬 大哥 大哥 拖他出去斬 大哥 你聽不聽到 你一直不敢站著, 幹甚麼 大哥 是呀, 我為了你好 是呀 大不聽完 我誰再逆我意的, 就地正方 還有, 我在三天之內要橙平浮成 如果你是誰做不到的 自己挖個棺材毯, 跳下去 快出來了, 快出來了 那些殺賊來了 快出來了, 那些殺賊來了 快出來了 快出來了 醫生, 就在哪兒 我們出來了 大家排好陣營, 準備應戰 來, 你指揮其他藍兵 排好陣勢 千萬不要自亂陣腳 是 豈有此理, 光天發日也敢來 放心, 我們早有準備 那些殺賊搞甚麼鬼 別輕舉武道, 看他們想怎麼樣 好, 我們是不同山上的殺賊 現在來投降的 希望二公子給我們一個機會 改個自身吧 好 好, 難得不同山的兄弟會透是岸 我們蒲城的人民無任歡迎 好, 我接受你們的歸行 好, 以後你們就是蒲城一份子 不要再作奸犯科 建設蒲城, 分享太平 謝謝二公子 好… 各位村民 我們歡迎不同山的兄弟 加入我們的行列 二公子, 你以德服人以致服德成功了 還沒 松衣, 你出來 用鬼鬼這麼下流的手法 引我的手下半邊 你是英雄可汗 氣暗透明, 是大勢所趨 你們兄弟已經歸行 魏酬, 你是一條好汗 不如這樣吧, 改邪歸正 放下屠刀, 重新做運吧 你不用說了 大丈夫就算是戰死 也不會黑連偷生的 你想用這樣的下流手段打敗我 沒那麼容易 魏酬, 你想怎麼樣 你敢出來跟我單打獨鬥 如果你打得贏我 我就心服口服 二公子, 這個狂漢讓我收服他 不要, 讓我來 小心 我出去死瘋狂 快啊 我出去死瘋狂 你殺了我, 你殺了我 你殺了我 蟻丑, 我今天不殺你 希望你重新做人 以後不要再自暴自棄 重新公子, 在下對你心以誠服 甘願受罰 好, 好一個鐵血好寒 回頭是岸, 未為晚夜 李兄 二公子, 我們以後 也有太平日子過了 太平日子過了 好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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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剛才所贈的是秦樂 是秦國立國議來的 第一首秦樂 郭大臣理應是細心聆聽 莊嚴縮無 不像你們這樣 大吵大鬧毫無禮義 主公一心想稱霸終於 但是照此情形看來 在下擔心你心願難允 百里先生, 你太危險聳聽 聽一曲秦樂 就可以影響到我的主公稱霸恆心 我說就不是了 我們要不聽甚麼秦樂 行軍打仗 最重要是懂得聽浩國軍樂 我們只聽你說兵法和強國之道 不是想聽你說這些廢話 主公, 你這麼辛苦請他回來 說這些話, 真是令人失望 是呀, 百里先生 不如我們先談論兵法 再說禮樂 請主公恕罪 是呀, 在下只知道 先學周禮, 後打天下 本末倒置的事 輸在下辦不到 是你的藉口 你甚麼都不認識就真 是呀, 認識就快說 無謂多費從事 是呀, 我甚麼都不認識 是呀, 我甚麼都不認識 在下高次 百里先生, 有話慢慢說 是呀, 真是明知, 生不逢事 是呀, 真是明知, 生不逢事 是呀, 真是明知, 生不逢事 太白星而為, 太白在西 從亦在西 糟了, 秦國會有災難嗎 百里先生, 甚麼這麼閒情日子 喝酒 對了, 寡人有件事 正想跟先生說 我們這陣子糧草充足 我想調派人們 手起一個兵器庫 大量製造兵器 隨時準備出擊擴展各勢 是呀, 不知道先生的意思怎麼樣 不好 可是這件事 寡人和群臣已經相亂了很久了 秦國會有大災難, 自身難保 為甚麼 我剛才夜觀升長 發覺不存之少 秦國會有災難 如果不早準備的話 積穀防機 過不了重災難, 後果堪圓 為今之計 積見糧草, 儲糧儲水 可是我們西巡的幾十年來 都封條與順糧草充足 百里先生會不會過份擔心 在下所說的事很多 你不聽就知道 百里先生 這件事 寡人要和群臣商量一下才行 不如趁今晚月色那麼好 我們談論一下兵法 本末寶寺, 空談無憶 糟了, 每個頸都乾到見底 再不下雨, 大件事 下雨也糟了, 那條菇死了 今年重了都不知道走甚麼壞 好, 天神作動 怎麼會這樣, 可能天神作動 好, 天神作動 好, 天神 走吧 走 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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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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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懷疑 君父, 現在死了這麼多人 又有瘟疫又沒有水源, 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不僅沒水, 連糧食也不夠 以後那些百姓不病死也餓死 那始終也想辦法渡過這場災難 我和大臣已經商量過了 大家都束手無策 如果早點聽伯利先生說 我就避過這場災難 他真是了事如神 可惜拐人決策上的錯誤 竟然害死了這麼多無辜的百姓 君父, 為甚麼我們不找伯利先生相助 他這幾天都秘而不見 唯一救秦國的百姓 我想都不計價了這麼多 你再求一次吧 君父, 你求伯利先生獻解這件事 你們有沒有結果 現在漢之鴻鴻逆死的人越來越多 再不想辦法的話 就不肯徹上了 死的是西巡的子民 你以為君父是不心痛的 但是拐人又想不到辦法 百姓先生始終不肯獻計相助 他這個人這麼乖 我想你就這樣求他也沒用了 君父, 他跟大臣哪件事說得最多 他說我們不肯學周禮 說我們不受教 君父, 你見過我們齊國慧盟的時候 聽過的周樂嗎 誰在外面考周樂 照他西巡人沒人肯學周樂的 沒人肯學周樂的 李先生說得很對 中原各國是以詩書禮樂來治理國家 如果拐人要稱霸 對這些事頂去一竅不通 你們西巡人性格這麼豪放 何必受到中原的禮教所約束呢 當今自覺知道 是以禮樂陸藝為本 如果本也做不到 又怎麼能自覺呢 這次的大災難雖然是天然 但是寡人的疏忽也要負上大部分的責任 寡人不想再犯錯 希望百里先生能夠加以致電 你真的很想學中原的文化 是 可是不只寡人要學 群臣要學 西巡的老百姓更加要學 可惜這次因為寡人決策成的錯誤 令他們沒機會再學 百里先生 你可以不給寡人機會 但是希望你給了機會西巡的子民 天災就算千鈞萬馬也難以抵擋 又何況我一個平庸之輩呢 主公, 我盡力而為 一場天災就生靈塗炭 如果再想不到辦法搶救 那後果更加慘 馬上把所有沒有事的人 和受到瘟疫的人全部分離開 把受到瘟疫的人全部燒掉 以免瘟疫繼續傳出去 派人上山找水源 希望可以解決旱災 蒸集全國的快馬騎兵 向鄰國求助 還有, 搜集全國的食物和藥物 希望暫時可以解決這個難關 好, 我先派去鄰國求助 我先走了 馬上幫我掙扎梁草 我們要盡快趕去秦國救災 三公子, 救秦國對我們也沒好處 你這麼熱心幹甚麼 對我有好處就行了 事不宜遲, 馬上幫我辦妥他 我們要盡快吃, 已經越來越少了 現在沒辦法了 只好看救兵來得快不快 敏主公, 關我, 有兩國的緩兵來 是嗎?是誰的國 他們的縱原, 好像是鄰國的旗號 是鄰國 是嗎? 我一收到你求救的消息 就馬上帶來那些糧草 不會太遲 不會 你怎麼看見我來不太開心 為甚麼開心 我找你來是救人, 不是游山換水 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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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公子 好多謝你捱難之中到來相救 我也是盡我所能的 希望我帶來的糧草 可以幫助到你們鄰國的人民 對了, 聽說你們水井缺水 罕災這個問題還沒解決嗎 是, 寡人已經帶人四處去找水源 可是每次都是徒勞無功的 找水源是要有技巧的 這位先生, 你有解救之法嗎 是呀, 我們收到懷人公主的求救消息之後 除了馬上帶來的糧草之外 還請了我師父 希望可以解決這場災難 這兒就是泉城最高的山峰 好, 讓我去量一下位置 你幹甚麼 水井之所以沒水是因為全眼閉濕 只要打通全眼就會有水 是嗎 是呀, 師父是用這個五行易掛定位推測出來 全眼就在北位 離開這裡有十丈的距離 人來, 馬上搬東西下去 我走了之後你沒事吧 沒事, 樂得清靜 本來我有很多事想跟你說, 但是… 我有很多事想問你 你儘管問 怎麼不見徐二大哥呢?他有沒有有事 他的事我不太清楚 那你說自己甚麼也知道 華盈, 你知不知道我對你 就在這附近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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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好, 暈到全顏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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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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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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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二元公子, 這次好幸虧你及時相助 如果這樣總算可以鬆口氣 見笑見笑, 互相幫忙是很應該的 不過最頭痛的就是 現在瘟疫還是很厲害 很多人都身受忌害 請巡頭放心 我們已經在研究有效的靈藥 相信很快就會有成果 這次得到兩位相助 寡人真是感激萬分 甚麼話甚麼話 對了, 華盈公主 你可不可以帶我去看病靈 這樣對研究靈藥 會相當有幫助 華盈, 馬上帶華盈公主去看看 君父 事不宜遲 二元公子, 寡人還有事要辦失陪 請便 公主, 我們起行沒有 為甚麼陰相傳 公主, 約六就有山城門了 行了, 等多等我走 是 有大隊人不準備, 阿成 是甚麼人 人看不清楚 只看見眾各國旗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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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準備好了 要知道, 你一定會來相助 是呀, 災情怎麼樣 有甚麼可以幫忙 進來休息一下 我不累了, 救人要緊 也不差再休息一會兒 為甚麼這麼久 都沒有你陰信 是嗎? 因為各事繁重 封地那邊又多生事端 就變了分身不下 與秦國這次不是你的瘟疫 你說, 我們還有沒有機會見 對了, 你整個家沒有? 豐臣婆婆, 都沒有成家之相 對了, 還是時候了 我們回去去救人 這就是老祝師父練習的草藥 說醫溫也很有效 好 是草藥的半邊臉, 的確是有效 不過這種醫法太慢了 因為地方太大 要不是一次把所有病者都治好 那些好好的又很容易被那些有病的傳染 那些藥法一樣是徒勞無辜 華前輩, 如果把藥都進去井裡 由全顏除水而流, 流入全國各地的話 如果人民喝了, 不大可以醫治瘟疫 而且也不會再互相傳染 好, 確是高健, 這個方法值得一試 不過賢公子和老祝師父 都落了穿衣人, 需不需要… 君父, 我想不用等了 救人要緊, 我們馬上照做 好 想不到是這邊應該見到你的地方 也會見到你的 三弟, 你這麼說甚麼 我收了求救的消息才趕來 你以為你真是為了救人嗎 為甚麼偏偏早不來遲不來 剛好在我練到假日的時候會出現 對了, 馬上去長功 你別這麼壞, 我是為救人 可不可以為取功勞 不過, 你為博公主歡心 甚麼事你去做就出了 沒有這種事 你無謂自欺欺欺人量 你怎麼說我都不會相信你 三弟, 算是不可以亂說的 你這麼說, 你真是對公主無心 我不用再跟你坐, 我就輸了進國聲語 這次真是邀天之行 終於都渡過了這個難關 現在我們秦國恢復元氣 還可以乘機擴展各勢 現在是個天賜的良機 伯利先生, 你的意思是… 進國君主昏庸無心國事 而且進國現在也有不和 重總也對秦國有利 鹽和重現在在秦國 我們可以利用他們達到目的 那怎麼樣利用他們 首先, 我們試探一下 他們肯不肯和秦國合作 然後我們再衡量一下 哪位公主對我們秦國有利 再加以利用 在下已經想到方法怎麼試探他們 白理先生這次約我出來 應該不只是譚風月這麼簡單, 是不是 好, 化人化語, 無謂轉彎抹角 公子的才華, 天下無雙 照進國世子一位 你當由公子來擔當 他日進候先世之日 公子成繼著為自當創業一番 現今雖然事不如我 但是他日進候百年之後 公子如果有需要的 秦國是會大力支持你 包括兵力, 財力和人力 秦國這樣幫我, 到底需要甚麼代價 只需要邊防五個城市 同坐秦侯稱霸中原, 對抗齊候 五個城市, 胃口也不小 豈不是以後 進國都受到秦國的牽制 我們這樣做 只不過是確保兩國的邊境安利 況且區區五個城市 對港大的江山進國來說 簡直微不足道 事關重大, 公子不妨三思 我們只是想助理成事 兩國結盟一起清白 而且公子和華盈公主 簡直是天生一對 秦侯也很想撤合你們 如果兩國成為恩親國 這不是最好嗎 這個究竟是百利先生的主意 還是秦侯的意思 在下只不過是轉達秦侯的心意 我要好空回去思量一下 有甚麼我再通知你, 進 百利先生好意, 在下心靈 百利先生, 以我各樣五個城市 只等於出賣進國 思為不忠 奪興之為, 思為不仁 如果藉此機會 而得到華盈公主, 思為不義 百利先生 市民不忠不仁不義 從而不敢為也 請公子息怒 公子既然對此事大有反感 相信秦侯也不會再看這件事 請公子不必解懷 就請公子忘記在下今天所說的話 也不要跟其他人看這件事 免傷兩國, 希望公子明白 那在下告辭 請 請 按照百利先生所說 從而的人好得多 寡人也有同感 寡人也比較欣賞從而的為人 但是我們要幫的是嚴 要不是為利是圖出賣國家 我們秦國怎麼會這麼有利 是 但是, 晉國公幫你渡過了難關 要我們這樣利用嚴的 會不會被人說我們恩將仇報 主公, 成大事不拘小節 而且晉國國勢正衰落之中 就算外人不侵犯他 他也會自取滅亡 現在我們只是支持嚴訓去整頓國家 他拒不過盛辭, 亦屬無可厚非 是 華人公主 甚麼事? 今天風清氣爽 公主你最愛打獵的 不如我們上山打獵吧, 好嗎? 今天雖然風清氣爽 但是本姑娘心服氣躁 並非打獵他好一致, 失陪了 不疑守獵, 扮疑賊馬 公主, 我們不要… 你別再煩著我, 只會自討沒趣 是 為甚麼你要整天避開我 我真的不明白我有甚麼討厭 我處處都為你著想 千里趕來, 論功論武 我有甚麼比不上松耀 但是為甚麼你要這樣對我 我不想見到你, 不用理由 我希望你又不要纏著我 我偏要纏著你 你以為你真的有機會嫁給松耀嗎 你根本就沒有這個機會 因為你早晚也是我的人 無恥?你再胡說, 我就把你殺頭 巡猴已經把你許配給我了 你不用妄想 婚姻的事是由父母作主的 西巡人也不會例外 我想你不會為父母之命吧 就算我嫁豬嫁狗 萬豬千心, 挑鴨而死 我也不會嫁給你 君父答應你, 不等於我答應你 好, 我就為豬為狗 不惜萬賤尊心 我以後不一定要娶到你 就算我娶不到你 你也不用有機會嫁給松耀 因為我要你為今日之業 永遠後悔 我永遠不會後悔 你死心吧